能够好好说话就是最大的才华和情商 广东有个姑娘叫小南 身材好 样貌好 学历高 结婚多年 夫妻恩爱 家庭幸福 唯独结婚三年了 婆婆对她不冷不热 也不肯到她所在的城市生活 其中的原因她也从不提及 但最近一段时间她不仅把婆婆接过来了 婆媳婉还有说有笑 婆婆简直把小南当亲闺女一般 后来小南讲亲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因为当初嘴笨不会说话呀 才导致那样尴尬的局面 原来谈恋爱的时候 小南第一次去婆婆家 因为婆婆家在农村 做饭用的是柴火灶 婆婆不好把握 闷好的饭上面一层有一点点加生 小南心直口快的说 是不是家里来生人了都要做生饭应景啊 婆婆当时嘴上没说什么 但是看得出来不太高兴 小南怕老太太误会 想让老公帮忙去说和一下 她老公说 没事 谁让你智商高 情商低呢 你没坏心思 妈他会明白的 所以即使后来结婚了 婆媳俩的关系也一直不嫌不淡的 但是只要小南他们回去了 婆婆从来都不用柴火灶做饭 直到上一次回老家探亲 小南非吵着 要吃婆婆做的柴火灶焖的锅吧 她婆婆犹豫了很久才答应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留下的阴影 这次火候过头了 隔老远就闻到一股糊味 小南老公开玩笑的说 咱妈怎么每次小南回来都特别紧张 今天又发挥市场了 小南感到了婆婆的尴尬 打了老公一下肩膀说 你瞎说什么呢 咱妈是给咱们添福气呢 你隔那么远就闻到了 看来咱们的福气真不少呢 就这样一顿饭 在小南的一句福气中 变得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与开心 就连小南老公都说 从那天开始 咱妈看你的眼神都变了 她现在跟你比我还亲 所有说话招人讨厌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就是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在任何一场谈话之间 都请记得要聆听对方 而不是胡说论问一起 会说话也很重要 所谓会说话 并不是指专挑别人爱听的说 而是能较好的理解他人的想法 同时恰当地表达自我意愿 学好这一项的技能 无论对于恋爱 人际关系或职场 都有莫大的帮助 你愿同吗 愿同的关注点赞